大家好,我是罪,欢迎来到本期全红98C的比赛解说,这场比赛是我的一场复仇战。 记得在上一场比赛,消失前连续秀我几个黑光,自从我踏入98C圈以来,还没有人敢这么秀我。 今天我也不忍了,直接全主力ES模式,强度直接拉满,不给他留任何的余地。 那么今天老肖还是选用暴走八成这位手发,他是不是还觉得我还是那天那个强度呢? 我苦练多日啊,今时不同往日了。 八神葵花一点,没有中。 哎呦,八神又套我下盘。 这八神有点东西啊,千元之后他直接八至你,先八至你没有用啊。 他八至你拿不下,他顶多借个卸风,拉个天堂之言,差不多就拿下了。 那咱们也不用慌啊,咱们也不用慌。 草亭英打首发,没有成功,我们还有大门。 其实我主要主力还是大门啊,这个大门太强了。 再加上我EX模式的大门,那就更强了。 现在八神一直乱跳,我专门克制乱跳。 你看,没有套到吧,他节套帽子一定乱了,哎呀,又有一个跳地,打了一个葵花,爪挠两端。 可,千元一,八至女。 肖春泉的豹子八神还是那么的稳。 应该是第一局啊,我的手感还没有来,所以说强度还没有上来。 现在肖春泉剩一地,小楼给秀黑光。 可惜他撑不住了,我秀黑光的机会都没了呀。 第三个回合,来看肖春泉的雅典娜。 记得在上一场,雅典娜是连续地打伟廉。 看今天,他雅典娜是一个什么打法,这种伟廉我是不会再上当了。 超大外哥,和我大门抓你是不行的,和我大门拼头技,那是以卵击石。 我没有前前后后了一下啊,有点大意了,大意了。 超大外哥,我知道你要吸了。 我就应对肖春泉这一招啊,苦练多日,还是被吸住了。 这下肖春泉又得黄汉又吸。 跳贼地凤凰刺剑反攻,拨拨没接住,我大门蓝之山来吧,进入我温暖的怀抱吧。 蓝之山三世,现在我是残血,我可以连续地放我必杀。 地狱折落户。 现在肖春泉的克里斯要出场了,其实肖春泉最强的还是他这个克里斯。 因为在拳护零二中,他克里斯就非常猛。 但这一局他还会不会那么的稳,在我的打击之下会不会防御彻底崩溃。 哦,滑铲后抓,你想多了。 蓝之山来吧,兄弟。 我知道你要干嘛,我知道你要干嘛,超大外哥先给那个抓。 亲拿之后后跳,前前跳地,架反,跟反,架招。 地狱折落户。 我觉得克里斯快枪反了,他快忍不住了。 谨慎一个超大外哥,谨慎一发蓝之虎。 克里斯你还不反,更待何时。 哦,最后也是抬反啊。 我觉得老肖应该是在连续地按,所以他没按出来。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,现在我大门剩一滴血。 他也剩一滴血,现在就是拼的稳定性了。 田地反,我还是稳到了最后。 老肖没有见到我第三个角色啊,今天,来看下一局。 大门撑起全场,这一局我要用草皮精绣一绣啊,毕竟草皮精还没有绣过。 好像又被八神开上来了一块八只女啊。 我下一场是不是要考虑换掉我的草皮精? 哎呦,八神受误了,哎呀,又中招了。 肖身的基本功实在是太稳了。 我这么高强的打击,他居然不慌不慌还不乱,你看防守还这么好。 不愧是一线高手啊。 哇,转到两段,葵花千云一可。 葵花一点。 前期葵花两点,他又来了一个跳,一打中段。 看来草皮精打八神,他不好打。 来看我下一个大门,上一场这个大门让肖身拳颤抖。 这一局我的大门,再次他争足吗? 可以,朝大外哥你别跳了,跳一把你抓下来。 紧身一个扔,紧身前前,天地反,漂亮。 下地,头上不跟摔。 那我们来一个朝大外哥,板边来个连环套路。 你想跳,没门,再来一手天地反。 好,八神直接没了,直接躺了。 那么看肖身拳下一个角色,第三个回合,肖身拳的游历。 肖身拳这个游历应该是最近才练的,之前没有见得用过。 你们看我大门,对他进行一个连续的抓拽。 EX大门绝对是头积极的王者,头上不借个抓。 老肖,我们玩一玩,没猜到没猜到。 哎呀,没玩起来呀。 现在小游历倒是开连了呀。 想跳的压我起身没有用,还是被压住了。 但是他如果打完这一套,他就输了。 他这一套就是为了给我集气而打。 一个闪神。 哦,老肖的警觉性挺高啊,知道我要抓天地反了。 其实我知道他要闪了,我就没抓。 我套路了他了,套路。 哎呀,这个雷荒拳啊。 虽然我套路到他的套路,但是后面还是被拿下了,有点可惜。 你以为我真的不行了吗? 其实我是要秀一秀老卢啊,咱们换着人秀。 上一场秀了大门,老卢还在后面没有秀呢。 老卢已经摩拳擦掌了。 剪刀脚一下,后面不断的发动浅浅攻击,让你知道什么是压制。 哦,现在尤里还是要用轻角点我一点。 哦,空头,又是这个空头,好熟悉的感觉呀。 接波尔波接白云,拜拜。 我们还是来到了第五个回合。 第一个回合,萧成拳的克里斯。 现在看克里斯啊,有三个气在身,我们不要给他喘气的机会,我们就一直压着打。 剪刀脚一下,中CD了,两侧冲拳,两侧冲拳第二侧没有中,他没有判断好距离。 那该我老卢秀了,闪现CD,CD剪刀脚,剪刀脚我没有气,我快速搞满一颗气现在。 没有气的情况下,我是战不掉,战不到优势的。 但是我利用这种发波压制法,使得萧成拳不敢乱动,萧成拳还是掏的这个下盘。 其实萧成拳这个克里斯啊,除了掏下盘,也没有什么气手的方式了。 就这个掏下盘,掏的好远。 所以说我们只要预防了这个掏下盘,就不用我。 现在克里斯使用了三连弹腿,我老卢闪现。 哦,没有赌到我这个闪现。 我大意了呀,我大意,哎呀。 萧成拳的强反破强反,果然是狠角色。 来看第三个回合,看来我的强度还需要再增加一下。 这样的话,给足消失点压迫感。 哎呀,半边来个拽。 后面看八神起身会不会跳,他没跳,他选择了葵花三段。 好,原地闪身,寻找机会,奈尔洛发的攻击。 换了以后啊,生龙取消,哦,大破战。 这个生龙取消我不该出啊,也没有取消掉,关键是。 反而中了八神的一番八神。 地坡抓泄风,拉个天堂之眼炸。 翻手一葵,八神要开始了。 后面八神可能还会适用影跳白鹤折。 这在我的预料之内,对,地坡我肯定要防住。 但是下半还是被抓了。 哎呀,草地精打八神确实不好打呀,我突然感觉太难打了。 这暴走八神速度极快。 再看第二个回合,他能过得了我草地精这一关。 就过我大门这一关就难了。 我大门铜墙铁壁。 铜墙铁壁没有那么容易被攻破。 即便你打了个鬼连抓泄风啊,对,你也打不了我多少血。 反而给我搞满了一管气。 好,不错。 我等待的就是满气。 他顶多再接一个葵花千尾铁。 接上一封八神尚。 好,我大门还有,还有血。 而且我大门红血了。 看你八神能怎么样。 天堂之间炸一下绝了。 葵花之后他接八神女吗? 他没有接上。 没有接上,那你可就完了,兄弟。 蓝之山三十,超杀。 炸。 不要慌啊,不要慌。 老肖一定要稳住。 我就是喜欢和强者交手。 我大门跳一下,后面小游历啊,他得肯灵活。 但是你有我大门的1S吗?是灵活吗? 进入我温暖的怀抱吧。 第三是,健身地狱者落后。 现在萧生拳,还剩半血哦。 我近身一个超大外哥,然后再来一个好连环套路。 地狱折了呼。 没想到,没想到萧生拳,你也有今天呢。 今天我要秀,蓝之山呼。 萧生拳,剩下一个克里斯了。 对,即便再强的高手,也难逃我两次套路。 来看萧生拳最后一个克里斯。 这个克里斯,记得上一场应该是取胜的关键。 这一场我不能再让他浪,我们要把他拿住。 克里斯想跳C地。 后跳前跳,我们就用前前跳地啊。 压子起身,压子跳。 哦,克里斯后抓,空了。 跳地抢空,再跳地抢空。 你抢空,对你。 哎呀,下轻跳好快。 其实我想进身来一个啊。 他吃物了,我没防。 我们好有默契啊。 啊,来看第五个回合啊,我最后一个老卢。 这个老卢是不能再施力了。 一定要用老卢挽回尊敬。 今天萧生拳他还没能秀一个黑光。 这个我们要加油了啊。 我们争取秀他一个黑光。 现在克里斯使用了两次TD,也秀出拳。 别说今天老萧又秀黑光了,他想赢都很难呢今天。 我这几天可不是白练的。 剪刀脚,哎呦,失误。 我们克里斯又想点我下盘。 我快速一个远,转身,接剪刀脚。 剪刀脚之后克里斯。 逆向响。 前前压住屎身。 剪刀脚上去,板月。 还跑,你哪里跑。 咔。 闪现一段,一个CD,两个在板月。 一点血坦塌。 哦,我成功拿到了第二分啊。 看来今天战胜肖尘拳之日可待。 来看肖尘拳下一局的操作。 这一局他的八神比上一场好像更猛了,节奏更快了。 我知道他要干嘛。 他就是要用快节奏压我一下。 哎呀,强制破防。 对,肖尘拳的破防能力还是数一数二的。 一般人防不住这只几套。 哎,那么我可以低头抓他一下,中断亲手接毒咬。 分别肖尘拳八只女,八只女被我猜到了。 我快速一个一压冲了出去。 那么八神你可要猛了。 大神你跪里跪里。 哎,第三次没打到,我们还可以再搞他一下啊,不要慌。 第一次的失败,只为第二次成功做准备。 哎,八神快花两段,抓脑开始了。 好,他肯定接八只女了,但是直接把我打残血了。 残血以后红血,他会拉天堂之言吗? 他敢拉了天堂之言。 下手果然够狠。 但是他现在没有气了。 没有气。 哦,论速度草提琴还是不行。 我这个草提琴开场就是给八神送人头来的。 第二个回合,来看我的大门。 大门才是关键。 我大门前天中将等你上高,等你跳了。 一跳我就抓超大外格。 然后板边踢上一脚,天地反带走。 超提琴打不过八神啊,他八神打不过大门。 然后有可能雅典娜和克里斯也打不过大门。 第三个回合,今天我要拿你他的雅典娜。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中,这个雅典娜一直打我鬼连呢。 然后很难受,这一局他想再吸,没那么容易了。 啊,乱舞。 大胆。 啊,还闪光水晶波啊,好,可以。 你修完,该我了啊。 你修一套,有可能我修两套,甚至三套。 天地反,来吧兄弟。 下地,头上浮,紧身摔。 蓝之神,哦。 蓝之神三段之后,我还有气,我还有气。 现在我还抓到就可以再修。 看你雅典娜还敢不敢再吸。 你敢再吸,我就敢怼。 继续抓超大外格。 哎,轻手。 前跳,凤凰之剑。 蓝之神,呼。 这下跑不掉了吧。 我现在可以无限放比赛我红血模式,地狱角落,呼。 今天我手感很好,没有失误。 接着看老肖最后一个克里斯。 我的目标不在于征服雅典娜,我的目标是在于征服老肖他三个角色。 第四个回合。 坎克里斯。 哦,这个跳地很准。 不是吧? 哇。 肖成全,不愧是肖成全。 下手有狠,有够狠。 帝国回合,看我的老炉,鲁卡尔。 鲁卡尔已出,中角色臣服。 哇,克里斯突然跳地打力。 剪刀脚接波。 反身为一套。 一个CD,剪刀脚上去。 你只剩半管水了,你还有什么可豪横的呢? 哎呀。 这个克里斯,反身为套得很准。 最近克里斯肯定是拉一个后抓, 然后这种新手划闪,接入一个必杀腿。 两次大招,没有用。 直接把我打残血,只是把我打到一个非常舒服的血量。 我这个血量之下,他抓到机会可够你受的了。 哦! 肖成全他裸大了,抓到我一个前冲。 那么这一局,我直接换人。 我换出克拉克。 我换两个偷袭角色。 对,克拉克一出啊。 克拉克,可能老肖他还不太会打啊。 我这是爆冷门在最后一场。 让老肖这样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不知道该如何来克制我的克拉克。 倒挂金钩。 不要尝试近身套我下盘。 因为我是投机王者。 天跳CD。 刚CD。 一个战CD。 起身大门。 起身这个八神还想再跳。 我一个倒挂金钩把他拉了过来。 对,朝朝克制,朝朝致命。 第二个回合肖盛权的雅典娜。 这雅典娜,他肯定是起身一跳。 克拉克,哦! 又吸啊。 又吸过来了雅典娜。 乱武啊。 欢迎光,这个乱武打不了多少血。 哇,他用这个超杀凤凰之剑截。 如果他有气,可能还会再接闪光水晶波。 这个我也非常了解。 所以说,我们一定要狠狠地制裁他。 把他打到怕为止。 仙人指路,大招结束。 狐狸亚。 后面我克拉克还有气。 而且现在我可以连续的无限放必杀了。 你的失误就是我要把你拿下了。 仙人指路。 狐狸亚。 大招结束。 狐狸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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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吧。 最后一脚,你跑不掉了。 还想跳。 大家给我加加油。 这一局我要穿三消尘拳。 对,我们不但要赢,我们还要穿三。 克里斯。 克里斯我正在干嘛,但是好像被克里抓到以后就很难再穿。 哎哟,克里斯啊。 不是吧? 你跑。 闪身。 跳。 哎呀,抵消了这个招式。 还是太慌了啊,还是太慌了。 我们不该这么早的放狠话啊。 来看第四个回合。 虽然我们穿不了三,但是他想过我大门这一关。 那就是,难上加难。 我大门开场没有气,我们可以打连招伤害,我们可以打拳脚伤害。 就这个拳脚伤害就够得喝一呼的,我们可以打连环套路。 哎,他没跳啊,平日我用头上五脚预防他跳。 呃,后抓不行的,兄弟。 跳地,压一个起身,前前坐去抄打外哥。 克里斯已经被我连续两脚给贴蒙了。 晕掉,晕你也别晕。 直接三比二拿下,复仇成功。 !.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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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